字幕組成員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圖倫的3連說 一開始呢最重要的敵方瑞克在多努門 有瑞克的話呢 代表這不是A以上喔 畢竟A牌以上呢 是很難選到瑞克的 那這場呢 我們想要的是西溫排位 而說中尼呢是B牌 所以呢 這一場我們遇到的對手 大部分會是B 可能會有點C 那這裡我們抓到 敵方阿萊斯特喔 敵方阿萊教授的睡衣 然後中路呢 敵方就有點深 我們快速把這兵線清掉 敵方是特爾納斯 還有夸克喔 OK 又有一個殘血炭呢 是加了瞬移 那就我們使用二技能 瞬移化了首殺 之後敵方的夸克血量 還是相當的殘 那我們看能不能找到 敵方夸克回城 喔 結果發現他在右邊 我們還有瞬移喔 瞬移下去2-1 成功耐著敵方夸克 這邊還有雙殺呢 非常的賺喔 再有個瞬移也不算什麼 然後再趕緊回中路 清我們的兵線 千萬不要為了支援呢 而忘了清兵線 那敵方上路呢 收掉了我們的哥德爾 他們是瑞克還有莫拉 莫拉血量不高 我們嘗試嚇一嚇他 這樣把他血量壓低一點 這裡呢由於敵方有瑞克的關係喔 我們盡量要保留兩個位移 那敵方艾斯特也過來 我們趕緊交出兩個位移撤退 然後呢讓我們的輔助 說中尼來守上路兵線喔 我們趕緊回到中路 這時候我們狀態呢 馬上要升級 由於有小法球神裝的關係喔 升級呢水龍跟魔力就會回回來 然後瞬把這野怪吃掉 前期呢只要不是紅藍buff 都可以吃喔 只要不是第一輪 因為這樣子呢 才能夠把野怪的經濟最大化 我們先把野怪吃掉呢 他就會早點重生 不然留著的話呢 只會浪費經濟喔 先到下敵方是阿萊斯特 這我們閃電俠一套 喔我們的閃電俠 剛好閃電俠加大招呢 有機會把敵方帶走喔 那這邊我們的狀態呢 不是很好喔 魔力不是很夠 先把這兵線清掉 升級之後呢 小法局就回一點血 回點魔 注意到敵方的夸克 被閃電俠大招抓回來 我們再一個大招 成功擊殺 這邊我們打野是閃電俠呢 所以吃魔龍可能沒那麼快喔 我們先叫隊友過來喔 尤其是我們的凡恩 敵凡恩的輸出呢 非常高 OK 多快還有出手你的補血 另外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佩奈娜的補血 還會增加攻擊速度 這樣子呢 能夠讓射手輸出更高 把這路兵線清掉 這小技圖是全黑的 我們不知道敵方莫拉在哪 喔 找到了 原來就在這 如果阿萊斯特呢 平時很保守 突然間往前衝呢 就代表他的隊友會在附近喔 這邊稍微往後拉一點 暈到敵方的阿萊斯特 補個臉罩 成功帶走阿萊 喔 這邊呢 可惜喔 敵方莫拉呢 利用我們家的野怪 把被動刷出來 所以說呢 我們應該把自己的野怪全吃乾淨喔 這樣子莫拉就沒東西刷 附中呢 乖乖的清兵線 清掉小兵呢 再刻意一下要去哪邊支援 以這一場呢 我們的輔助跟打野都在上喔 我們應該要偏傷 喔 這一波我們抓到 衛克 加上佩娜的運線呢 成功帶走衛克 那這一波跑線呢 雖然我們沒有助攻喔 但也沒關係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假設敵方的支援有到的話 還是需要我們 那圖倫有個好處呢 就是前幾清兵速度 非常快 特別快 另外一個小技強呢 就是圖倫 其實跟莫拉很像喔 圖倫注重的是他的被動 所以呢打架前 盡量要點滿被動 快速的被動方法呢 比如貼身在小兵 或者野怪身上 然後使用個一二技能 就可以瞬間點滿五層 再來呢使用一二技能的話 手速要快一點點 也不用到非常快 但是不能太慢就是了 的清兵同時呢 下一下敵方阿萊 然後我們往下移動 OK這邊阿萊發現了我們 我們往前去惡意 因為可惜呢 我們一技能沒中喔 本來一技能呢 是規劃他回家的路線 再利用一個一技能跟沒動 成功帶走阿萊 那這時候敵方瑞克已經不見了 十字八九呢 是去中路抓我們 OK敵方瑞克先生 那我們來清他流小的兵線 我們來清他流小的兵線 玩這陣路呢 特別注意的是 邊線有可能會抓我們喔 那這裡注意到呢 我們沒有玩他很前 因為瑞克還在 下一下敵方瑞克 OK這波暫時沒能收掉他 但這邊我們馬上升級喔 升級之後呢 小法其實就會回血回魔 OK把兵線推掉 買一隻小尖的吸血杖 之後注意到敵方莫拉的位置 我們在假裝盾盾看喔 看能不能抓到人 OK發現一個瑞克 上前去補一點技能 成功帶有敵方瑞克 反而把敵方被加了野怪 那最後敵方中路呢 已經來到了上路了 我們趕緊把這兵線推掉 這樣子呢 如果沒有其他隊友手 他應該是來不及手的 OK發現殘血莫拉 優先擊殺莫拉 先刷莫拉然後往前去 刷新 成功擊殺敵方的夸克 然後再推到下路兵線 可以注意到呢 我們整個動線是非常流暢喔 一直在賺錢 不管是反野殺人 這裡我們跟閃電俠成功爆炸他呢 往前去 一個三二 成功帶走 去大招的時候呢 我們還能夠使用二技能喔 這樣子呢 能夠把敵方血量壓低一點 確保我們大招能夠擊殺 圖倫呢 大招能夠殺人 跟不能殺人 傷害會差很多喔 畢竟殺掉人之後呢 我們會馬上刷新我們的被動 自己把敵方莫拉的藍 反一反 OK成功吃掉這個藍 然後往前去 一技能命中敵方多個目標 敵方莫拉的血量已經很慘喔 被敵方特仁呢是暈到 這一波我們要先拉開 然後反身殺掉敵方特仁呢是 就是他們的瑞克 瑞克與二技能呢 還是比較麻煩的 這波我們要先撤退 敵方要趕緊撤退喔 我們把兵線清一清 清完下路兵線呢 再回中路清兵線 我們來在持續的發育中 OK這邊我們打算回家 吃我們家裡的藍 剛剛那個藍呢 應該是被閃連俠吃掉了 OK吃掉藍之後呢 中路兵線也馬上抵達 這時候我們暫時沒有敵方的視野喔 可能蹲在某個地方 我們要稍微謹慎一點 發現敵方莫拉 在紅去 這邊附近有四個隊友呢 應該是打得過的喔 嘗試抓敵方塔南斯 塔南斯叫瞬移 我們再往敵方人多的地方丟一技能喔 持續的造成輸出 嘗試其他敵方的夸克 有點可惜的是呢 夸克沒人死喔 剩一小顆血 結果我們被敵方的阿萊斯特綁到 我們這邊注意一下呢 敵方殘血莫拉 很有可能會回家吃套野怪喔 通常帶殘血呢 都不帶回家 OK果然抓到他 他叫所有技能 我們趕緊順上去二一 成功把他帶走 接著我會注意一下 敵方阿萊斯特直接綁喔 直接綁呢沒什麼傷害 而他隊友也不太敢上來 成功帶著阿萊斯特 這邊我們發個信號呢 清理兵線喔 讓我們隊友把三路兵線都推出去 然後把我們隊友吃個大龍 中路兵線馬上抵達 這邊敵方瑞克在推上路喔 我們哥德爾呢 應該是守得住的 畢竟哥德爾呢 對線也很強 OK 發現敵方瑞克 我們讓隊友去清一清兵線 這門反而有點危險喔 他一個人在很深的地方 我們讓佩娜先去幫忙 喔 需要敵方莫拉的視野 我們再蹲一蹲 OK 他來了 一二 接三 就是這麼簡單喔 一二三 如果以後有人問你 圖倫的連招呢 你說一二三就對了 這邊稍微等一等喔 我們技能去好之後呢 往前去二一三 如果敵方離我們有點遠的話呢 就要使用二一三 大人二一三的傷害不會很高喔 他好處呢是可以收敵方 血量不多的英雄 OK 我們被動呢吃掉這個藍 感謝我們的凡恩喔 把藍藍給我們 這裡我們來幫這個小兵 躺一躺防禦一躺傷害 直接拆掉了中塔 這地方呢有點多 我們等一技能圈好呢 再輸出一下 這時候莫拉呢不用怕喔 因為他沒有東西可以疊被動 那可惜的是我們兵線被推掉了 OK 敵方維克衝了出來 我們先刷敵方維克 喔 竟然沒死 維克的無敵護盾呢實在太厲害 這裡被動呢電死敵方的莫拉 你們持續嚇到敵方英雄喔 這裡你們改往前去一技能呢 是因為我們安全 畢竟我們附近有隊友 敵方抓了我們的閃電俠 那我們過來推個上路 喔 我被敵方維克抓到 先順出來 敵方塔納斯空了大招 這邊中路兵線進去 我們跟著兵線往前 丟個一技能 OK 直接收到敵方塔納斯 這裡敵方的艾斯特血量也很慘喔 喔 結果呢我們 我們被跨個吸到 然後被阿萊斯特暈 再被瑞克暈 結果是一個一幻四 一幻四還是有鑽的 我們隊友殺到敵方最後一個莫拉 這邊應該是能夠直接結束遊戲 那稍微再等中路兵線喔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圖倫走中路的三列說 那玩BC牌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喔 最終還是要穩 我們要穩定的專精機叉 打戰穩定的推塔 那最後呢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小鈴鐺 那這次我們也打出了39%的對英雄傷害 那我是尚恩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訂閱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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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小鈴鐺 雷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